之前有网路媒体就公布了屏东县防疫措施调查 现名满意度平均有达到九成之高 而对现长的潘茂安在防止武汉肺炎疫情的表现 更是有高达94.7%的满意度 从Delta病例在屏东被发现至今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回想当时人心惶惶 还好透过精准疫调扩大匡列居家隔离 万人筛检疫苗施打等措施多管齐下 成功化解Delta危机 而根据最新调查 对于屏东县长潘茂安的整体防疫表现 又高达94.7%的县民表示满意 当初在一片汶乱的情况之下 那要怎么样一步一趋的锁住 就像镇守在山海关一样 如果国境自然没锁住 那整个台湾会垮掉 这段期间要特别谢谢 当初被精准疫调之后 扩大矿内裁检隔离的相关人员 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 大家通力合作才能锁住这一关 除了感谢乡亲支持 潘茂安也表示 只有从上到下大家共同防疫 疫情才有可能解封 而屏东会继续坚守到底 记者资本报道